哈喽大家好,我是Nikki丹妮菲 在我上一期影片有提到比特币跌了完美的一个做空信号 那后来有提到就是可以留意五万六的这个支撑区域 因为我这里有提到了看到吗 就是小心反弹,要留意这一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上的这个比特币确实出现了反弹 那后续的这个比特币会怎么去走呢 我们马上去看,今天的日期是9月5号的2点21分 我们来看比特币的一小时图 在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做空的价格行为 后来就下跌,可以看到它来到了这个五万六的位置 而我在昨天的影片就提到 小心这个位置会出现反弹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确实是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的一个反弹 而反弹是到什么位置呢 比特币的这个反弹,它是来到了Fibonacci的0.618位置 你可以看,它就是在这个位置受阻 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落 那在昨天我本来有提到 就是我们等待了就是二次探底在这个位置去做多 对吧,但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就是再一次挑战这个五万六啊 你看就是差这么的一点都没有到五万六 所以它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小的一个15分钟图可以看到的盘整的区域 那后来盘了之后突破,然后就往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 而我个人呢就是在这个突破之后进了这一张多单 好,这个是Nikki丹尼菲的VIP群 在昨天的11点钟哦 我就是在比特币二次测试的时候 就是位于这个位置进入了这个突破的多单 因为我本来是等五万六的位置去做的 但它并没有 所以呢我就在五六九九八的这个位置去进入了这个多单 然后也提到了就是一定要分批止盈啊 因为最近的行情你看就是来来回回的 然后我的这个VIP的用户 你看我也是非常的漂亮 它更加漂亮,它的进场在五五九五零 然后我在今天就有发了就是 还好我有分批止盈哦 你看我的出场是在五八四五五的一个位置 否则呢我这个应该就是一个零的一个利润了 因为你看我在这里突破去做多 如果我在零点六一八的这一个位置 我没有去分批止盈的话 那它回到来我的这一个单呢 基本上呢就完全没有盈利了 好,那现在比特币要注意什么位置哦 那其实这个箱体的上方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去留意的 有可能它是突破后的一个回踩 那我们就要看它接下来的收盘 能不能就是收回去这个位置 然后再一次的挑战这个零点六一八 突破零点六一八最关键的就是这一个阻力啊 之前就有提到那还有另外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 就是这个通道 那我在昨天的会员圈VIP群就画了这个通道作为一个参考 那我个人比较看向的就是如果它接下来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哦 那我将会看向就是当它突破零点六一八 看向的就是这个通道的顶部能不能突破 因为现在整体的走势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还是属于下跌的一个走势 所以如果要出现一个反转持续的上涨呢 那这一个阻力还有就是这个阻力呢 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比特币你可以去留意 它会不会收回去上方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去激进的 高风险的可以在这里开多 那如果你要低风险呢 当然还是最好的 你就会留意这一个支撑区域哦 第一风险就是你等它下跌到了这个支撑区域 再一次挑战这个通道的底部 那如果在这个位置有收回去 比较保守的 当然是在这个位置去做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于比特币的一个分析 而且你看最近的行情真的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所以记得记得一定要设置这个分批指引 会比较好 好那我们下去看以太 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观看 可以使用我的链接注册账号 那我新用户KYC充值100美金 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 你可以提现出来或是作为交易 还可以以交易量免费兑换进群哦 那我们有两个群组 就是Discord的会员群 还有VIP的支撑群 好我们来看以太的一小时图 昨天我提到等待的机会 就是等他再一次挑战这个支撑 然后在这里去留意有没有做多的信号 但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昨天 当比特币反弹的时候 以太也收回去上方了 你看他在这一个位置 这里就是这一个支撑阻力互换位 在这一个位置突破 然后在这里回踩 然后持续的往上去涨 所以现在依然都还是在这一个区域的上方 那他现在就非常的关键了 你看他现在是正在挑战 这一个支撑区域的 那如果说他接下来收回去 就是收了一根非常长的一个下影线 收回去上方的话 那基金就是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多 那要是他跌破 你就要止损离场 然后再观察他接下来的机会 所以其实现在的比特币和以太币 都是来来回回去盘 现在以太也是一样 你看是不是上上下下的 然后再上上下下的 真的你看就是这样 所以我会去留意的都还是 就是前高的一个阻力 因为你看我们从这个顶部 拉Fibonacci到底部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上涨到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受阻 跟比特币是一样的 他就是到了这个0.618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收回去的时候 你在这个位置去做多 上涨到了0.618 你一定要分批止盈 然后他再一次挑战了 你就要注意 如果他还是收回去上方 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再进入一个多单 然后看向了就是这个0.618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个 之前前高的一个阻力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很关键的位置 最主要就是你一定要懂得分批止盈 那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没有撑住的话 那他再次会来探着一个 2306的这个重要的支撑 好那还有一点 就是我目前 只是看现在都是一个反弹 还没有就是看到上涨的一个走势 除非就是他可以突破 这一些关键的阻力 否则呢 整体的走势都还是下跌的一个走势 那还有就是近期的行情 都是一些短线的交易 所以仓位一定要做好啊 真的因为最近的行情 真的是不容易操作 好那我的这个分析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做外参考 拜拜 拜拜 niki带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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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niki dnf 大家一起飞 niki带你飞 niki带你飞 加入niki dnf 大家一起飞